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够远 今天是第25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返回函数类型的函数 什么意思 听起来好像是法语 是吧 是这样 咱们到今天为止 我给您定义过了好多函数 不管是有名的还是没名的 对吧 定义了好多函数 但是这些函数都是返回一些常用类型 比如说Anti 比如说Stream 比如说Float 比如说结构体 对吧 那么咱们定义一个函数 这函数自己返回类型 能不能还是一个函数呢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这也是够圆灵活的地方 咱们马上开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咱们定义一个可以返回函数类型的函数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今天小马还是给您采用手动敲代码的方式 咱们试一试 好 咱们试 咱们试 首先咱们先定义一个函数 对吧 比如说咱们定义一个Funk 咱们 比如说咱们再做一个数据库应用 咱们要做一个数据库 多数据库的框架 对吧 那么咱们需要定义一个函数 干什么 返回数据库的类型 行吗 咱们试试 我记得当时我刚进公司的时候 给公司写一个框架 就是 这个框架可以动态的改变连接哪个数据库 是连接Oracle 还是连接MySQL 还是连接PostGray 我曾经做这种框架 就用到这个技术 用到接口 用到抽象类 用到类 还用到这个技术 有机会我给您细讲 咱们来 比如说咱们定义一个返回Database数据库类型的这么一个函数 这是没问题吧 那么一般来说咱们的返回值都是一个String 对吧 那不了 今天我要给您做 咱们返回一个函数 对吧 那么函数怎么写 这么写 大家注意看 写Funk 写Funk 这不有一个括号 这就是一个函数 大家请看 我定义了一个函数 叫做ReturnDatabaseType 对吧 那么它的返回值是什么 我这抽象出来 变成返回一个无参数的函数 好不好 那么咱们函数题该怎么写呢 咱们ReturnDatabaseType 这个函数题该怎么写呢 咱们这么写 为了简化 咱们就直接写一个Return Return谁 Return一个无参数的函数 大家请看 这不就是一个无参数的函数吗 好 那么咱们在这函数里面 简单的 咱们也什么都撇了 直接咱们就输出一个 什么 咱们就输出一个RDB RDB是我过两天要给您讲 AWS要开的课程 它里面给集成了 非服务器管理 集成了六种数据库 我到时候会给您讲 比如说咱们打印一个PostGrey 当然买SQL也是没问题 OK 大家请看 我现在写完了这么一个 返回函数类型的函数 现在没有报任何的错误 没有画任何的红线 说明什么 说明我这函数 咱们定义成功 现在马上去运行它一下 怎么运行 大家请看 我调用一下 调用很简单的 就直接ReturnDatabase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就调用了 那么这个函数返回值 是一个函数 我要通过一个变量接收 咱们就叫做ResultFunk 行不行 进行接收它 没有问题吧 然后接收到之后 大家请看 我这个ResultFunk 它可不是123Strain 它本身就是一个函数 您可以把它理解为 上期咱们写的匿名函数 没有问题 对吧 我后面这是个匿名函数 然后呢 我付给了前面这个变量 对吧 然后就简单了 咱们就直接去使用这个函数 就够了 咱们使用 咱们试试啊 直接在下面敲上它 然后一个括号 因为它返回的是一个不带参数的函数 所以说咱这地方不传任何参数 好不好 OK 代码全部写完 马上存盘 给您运行一下 咱们看结果 注意看 Go Run 注意看 一挥一撤 打印出咱们RDB Post Rate 没问题吧 就这行收出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咱们在这个地方定义了一个返回函数类型的函数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咱们接收到它 其实接收到的类型肯定是个函数 然后呢 咱们执行函数 同时呢 不传任何的参数 对吧 成功了 成功了 OK 没有问题 那么有朋友说 能不能咱们传点参数 就是你返回的这个函数啊 别是什么 也不传参 对吧 咱们能不能传点参 带点返回值呢 完全可以 咱们试一试啊 马上开始啊 把代码都删掉 那咱们就返回一个传参 并且返回值的这么一个函数 咱们试试啊 比如说 咱们定义一个 比如叫做Fetch 咱们就不叫刚才的这个Return了 叫Fetch 英文我没拼错啊 FetchDatabaseType 这没问题吧 这是一个函数 对吧 然后大家注意看 我怎么定义这个返回值啊 在这个地方 咱们写 返回一个函数没问题 但是呢 这个函数需要有一个 四寸形的参数 同时 这个函数还需要有一个 四寸形的返回值 大家请看 就是这样定义 我再缩小一点 好 大家请看 就是这样定义 就定义出了一个 这个 这个相当于 从这开始 到这结束 相当于是 定义了一个函数 接口 这个函数 接口呢 标明这个函数 有一个四寸形的参数 同时返回值 是四寸 这一句话 给您都说清了 好 那么接下来 咱们编这个 fetch的函数体 怎么编 咱们返回一个 return 返回一个 这是一个funk 这个地方肯定是个匿名的 对吧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 四寸形的参数 同时 它会返回一个四寸形 没问题吧 大家请看 我定义的这个 匿名函数的接口 非常符合 咱们返回值的 这个函数的接口定义 完全没问题吧 所以说 这地方是成功的 好 那咱们返回 咱们返回一个 这个就简单了 比如说 database its 然后加上 您传什么 我就给您返回什么 大家请看 这个函数没有画任何的红线 说明咱们语法没有问题 好 咱们定义完了 这么一个返回 带参数和返回值的函数 怎么听起来这么绕口呢 接下来咱们就该使用它 怎么使用 咱们先把定义出来 fetch 然后呢 这样就等于调用这个参数 调用这个函数 然后呢 它会给它返回一个值 这个值呢 肯定是一个函数 咱们通过 resultfunk 这个变量进行 接收它 没有问题吧 ok 接收到之后 这个resultfunk 它本身就是一个函数接口 这个函数接口呢 有一个死顺参数 并且它有一个死顺返回值 好不好 那咱们就调用它一下 看看能不能调用到 怎么调用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这地方比如咱传上一个 MySQL MySQL也是我今后要给您主作的数据库 我以前给您做完了 这个postgrade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今后我给您做MySQL 大家请看 我做完之后 做完之后并没完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参数 它不但有一个参数是四顺 它还有一个返回值呢 也是四顺 怎么办 咱们再写一个变量result 接收它 好不好 OK 这就行了 接下来咱们print 把这个result输出 好不好 OK 代码全部完成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在上面咱们定义了一个 可以返回函数的函数 然后呢 这函数呢 是有一个接口的定义 然后咱们里面呢 有这个函数的返回的内容的实现 然后呢 咱们成功的用三号代码进行调用 那么我在这行 一会我运行的时候 如果这行输出 是database is 然后后面跟着name 就是这个mySQL的话 就说明咱们整个程序的结构体呢 编写的无 完全的成功可用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 好 咱们在右边直接敲 go run 一回车 咱们大家注意看 go 出来了吧 database is mySQL 怎么说 咱们编写的这些个函数 包括咱们定义方式 全部合法合规 全部有效 OK 这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咱们如何定义一个返回函数的函数的 具体的函数的写法 好不好 有点绕口令啊 OK 今天的课程呢 应该就是这么多了 大家请看 今天我给您的课件呢 在这地方呢 都有详细的代码的描述 这个代码呢 我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呢 就去我的GitHub 下载所有代码呢 全都是免费无料哦 好 那今天的课程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